好 那么这是创建仓库啊 创建完仓库之后呢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你经常要使用自己的电脑 跟这个Github呢 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交互之前 你需要呢 把你电脑上的这个SS帐户啊 把它添加到这个Github对应的账户里面 那么只有在添加完之后啊 你才能跟这个Github账户呢 进行交互啊 就如果某台机器 需要呢和Github上面的仓库呢 进行交互 需要把这台机器的SSSH公钥 添加到这个Github上面啊 那么在哪添加 找到我们这个界面 你找到这里面啊 这个头像这边有一个setting 在setting这边呢 有一个SSH这项啊 点开它之后 那么你这里面呢 有个叫做newSSHK 你点开 你就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自己起 然后呢在这边把这个 你电脑的SSSH公钥呢 把它拿过来 放在这个地方 点击添加就可以了啊 那么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怎么去生成你电脑上的 SSSH公钥啊 SSH公钥 那么这个呢 生成它之前 你需要呢去回到你用户的主目录下方 去编辑这么一个点 给它config文件啊 那么这个在哪呢 其实呢 就是cd 回到加募录 然后呢 有一个隐藏文件 叫做v.getconfig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写什么呢 就是 首先 中括号写上一个user 然后呢 下面来一个email和一个name 这个email呢 就是你getup的 注册邮箱 那么这个name呢 就是你getup的 用户名 那么你们呢 默认情况下 就你们呢 很多电脑上打开这个文件之后 你应该看到的是这个 邢老师的啊 就是邢文彭老师的这个 邮箱和这个名字啊 那么 其实这个文件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你在这里面 我们再给大家打开一个窗口 那么进入我们刚刚的这个目录下方 找到这个gettest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getlog getlog 你会发现这里面 提交的下面呢 有一个order 对吧 就是是谁提交的啊 是谁提交的 那么这个内容是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你的get config文件里面来的啊 你getconfig文件里面设置的是啥 这边显示是谁提交的 就是谁提交的啊 OK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要生成这个 SSH公钥的话 你还是呢 要编辑这样一个文件啊 就在它里面编辑完之后 下面呢 你就可以呢 去利用它 去生成这个SSH公钥 那么怎么生成 执行一个命令 SSHK 基因 generator 就生成的意思 -T 代表后面跟上一个 生成密钥的方式 然后-C 大C后面呢 跟上你的注册邮箱 就在这边啊 直接写上 SSH 然后呢 K啊 横- 然后呢 K generator 然后呢 -T 指定一个 RC 代表一种 加密的方式啊 然后-C 后面跟上你的注册邮箱 写上一个啊 Smart LI 下午线 IT Ita 163 IT COME啊 好 回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问你 这个 这个K会放到哪文件里面呢 会放到这个 HOME下面的 Python下面的 .SSH MOD里面的 这个文件里面 你直接呢 回上 就可以了啊 它现在呢 告诉我 我的文件呢 已经被生成了 要不要冲写 我就冲写一下啊 回上 然后呢 这里面 你不用管它 直接空的就可以 好 按两次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生成出来了啊 在哪个下面呢 就在你加目录下面的 .SSH 隐藏目录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啊 CD.SSH 好 OK 那么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 两个重要的文件 一个是它 一个是它 这个 这个文件里面呢 是你这个机器的私钥啊 注意这个私钥呢 你自己保留 然后呢 这个.parm呢 代表这个public啊 它这个文件里面 保存的是你这台机器的 SSH 公钥啊 你只需要把这个文件的内容 把它添加到我们的 GitHub上面啊 就开它 去看一下它的内容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 这是你的公钥 你把这个公钥内容呢 把它 复制 然后复制完呢 把它放到 这个里面 放这个里面呢 然后呢 你可以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自己起啊 然后呢 直接点击这里面 按的 OK 现在我们这个 SSH的公钥呢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添加成功了 OK 这里面就是添加的一个过程 添加一个过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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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